第六节读到第十节来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 虽然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 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 如同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弟兄们 能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 昼夜做工 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 是何等圣洁公义 无可指责 有你们做见证 也有神做见证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讲了一些 我们觉得是很大胆的话 但对他而言这是真实的 他的内心原知原味真实的呈现 好 所以呢 来那个第六节 他就提到说我们在 我们做基督的使徒 可以叫人尊重 却没有向你们或他人求荣耀 好 所以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马可福音第三章的十四到十五节 耶稣选十二使徒 要他们长汉自己同在 也要拆他们去传道 并给他们权柄赶鬼 所以赶鬼是恩赐还是权柄 是权柄 所以有些人说他有赶鬼的恩赐 赶鬼不是恩赐的问题 那那个恩赐 是不是这样解释的 那么赶鬼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权柄 好 那么他说这是使徒的工作 他们要奉耶稣的名传道并行神迹 犹大卖主以后 这个使徒的职份由马提亚填补 那保罗说他也是使徒 不是由人来的 这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 有讲到 他是在有些书信中 保罗特别强调他使徒职份跟权威 所以在此所说的基督的使徒 正如以下 七到十二节时 所说的是爱而不是权威 所以我有 我是基督的使徒 我在你们中间 爱你们 事实上爱就带着权威 你爱越大 权柄就越大 所以有些人只想要权柄 不愿意付出爱 爱越大 权柄就越大 身为一个军人 你身上的弹孔越多 衣服一鲜 所有的人就尊敬你 好吗 但是你要前提是 虽然有弹孔 但是没有去见上帝 就是说有弹孔 有身上有 那在黑道里面 谁身上的刀疤越多 他就讲话有声音 所以其实在这里 要有权威吗 他可以使用使徒的权威 但是没有 他在他们中间不断的付出爱 而那个爱是一种舍己的爱 甘愿把我的生命给你们 我甘愿为了爱你们而受苦 这就是保罗的爱 那这个地方说 我当然可以叫人尊重 叫人尊重就是意思是说 使徒是有权柄的 要求信徒尊重 并顺服他们的权柄 这是理所当然的 也是合宜的 那保罗可能是说 使徒有被尊重的权利 虽然他们没有去求取 或者是说 他们有权要求经济支持 可是他们却没有提出 却没有提出 那所以呢 其实这就是一种什么 一种他可以得 但是他自动放弃 那所以这是这样才反而让人尊重 就好像我跟那些牧师分享的时候 我就说 你们千万不要做一种事情 这种事情你做了 我就看不起你 就是你去跟人家买东西 而那个是信徒 然后你就会跟他讲 我是牧师 要不要请你算便宜一点 请问 如果你在卖东西 有一个牧师这样讲 你会不会算他便宜 会 但是你会瞧得起他吗 不会 不是吗 对不对 对 然而 如果你不知道他是牧师 然后你就这样子卖给他 你后来知道他是牧师 我相信你会尊重他 他并没有告诉我他是牧师 对不对 所以其实很简单 所以我跟他们讲说 所有的信徒都知道 如果他卖太贵给牧师 他会下地狱 所以不必你开口讲 听懂没有 我说不必开口 真的 我都觉得我听到有一些人 跟我complain 说那我某某牧师 都要求我再低再低再低 然后几乎我得 几乎是原价卖给他了 那他还不太满足 懂吗 那我觉得当一个人 在一个信徒 在我的面前去批判某一个牧师的时候 其实我的内心是很羞愧的 因为我跟他是同行 你在骂这位我的同行 好像在骂我一样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传道人 就是这样 像我买车是跟基督徒买的 我从来不会跟他讲说 他也知道我是牧师 我不会跟他杀半毛钱 是他自己会说 定价是那样 好牧师如果这辆车你要 我便宜几万给你 我说OK 好一句话 我不会跟他要 不会跟他怎么样 甚至有人 给我什么东西 然后算得很便宜 我说请你要把利润算进去 我说牧师 我给你算料金就好了 不免给你算钢金 料的钱 他说他的功要奉献 我说对不起 你是要生活的 你一定要算工钱 不然的话我良心会不安 你不要让我在上帝面前 成为一个亏待别人的人 OK 好所以他就算了工钱 但是我知道那个工钱 还是算意思意思而已 所以我觉得 我没有这样子的要求 我说你如果今天不算我工钱 我以后不敢找你做 而你做的工实在非常好 我一定会请你来 但是你一定要给我算工钱 但是我这样讲 不是为了要得人家的尊敬 这是事实 因为所有的做生意的人 都是靠那个生意在养生 对不对 那对我牧者而言 如果能够这个生意给主内弟兄来做 当然更好 当然更好 要让人贪 让我们自己的人贪 不是更好吗 但是我们要给人家赚 然后又在那边 这个什么 这个我就觉得是很不好的 所以保罗在这边 为我们这群传道人的 做出了一个榜样 我可以叫人尊重 但是却从来没有向你们 或向别人求荣耀 而这个求荣耀的义法是什么呢 就是说也没有向人求荣耀 没有向人求荣耀 没有向你们 也没有向别人 保罗有资格和童工得到贴三龙尼加信徒金钱上的支持 但是他决意不成为信徒的担子 因此他们有早到夜 整日工作 为要供应自己的需要 这是对保罗来讲的一种传道人的风范 我可以要求你们攻击我日常生活所需 但是没有我自己 那如果你们心甘情愿给我 我接受 但是我不会主动开口向你们要 要这些 好 所以我只是 我期待的是在你们中间存温柔的心 像母亲如养自己的孩子 那那个温柔就是taple 就是珍惜安慰让人温暖 所以温柔既然跟教人尊重相对 其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用权柄 我不摆架子 因为如养孩子的母亲 会用最温柔最细心来照顾他的孩子 那保罗自认为 我就是用这种态度 对待贴三龙尼加的信徒 对待你们 然后呢 在教会创立的初期 贴三龙尼加的信徒 就像一个未断奶的婴孩 那保罗作为一个属灵的亲人 或者是属灵的长者 他要用爱 用细心来照顾他们 好 那加尔文啊 John Carven在他的 那个注释书里面 他曾经说到说 一个母亲照顾孩子 不是用权威 也不是用威严 乃是表现出美妙特别的爱 因为他会安慰 不会使孩子困扰 不会不照顾 甚至他甘愿为孩子流血 牺牲生命 受爱心培养的教会 是何等幸福的教会 但是呢 我们做牧者也很清楚知道一件事 我爱教会 爱教会的信徒 有的时候爱跟纵容 他是一线之格 有没有 我爱他 所以不要责备他 但是你纵容他 继续在罪恶之中打滚 而没有带领他悔改 那这是牧师很严重的罪 所以有的时候请记得 有的时候魔鬼 他会施展像谁 像那个很有爱心的人 我们看到很多很有爱心的人 一个一个跌倒 一个一个跌倒 懂吗 那这个很有爱心的人 为什么跌倒 因为他太有爱了 所以就包容 包容 他特别的关心 有的时候那个爱跟关心 反而占渐渐的变成 就直变了 造成直变了 以至于最后就惹祸上身 那这个呢 可能有一些牧师 闹了什么逃色纠纷 那有了逃色纠纷 我们就觉得 哎呀怎么会是他呢 这个是我认识的 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然后你去关心一个姐妹 或是关心一个寡妇 你这样子关心关心关心 到最后 变成这个人对牧师的依赖 什么事都找牧师 什么事都找牧师 因为牧师真的是爱他 同情他 然后愿意帮助他 可是问题是 当这种依赖渐渐变质的时候 也许最后就变成一些 就你就注下一些 不可挽回的错误 这些都有 曾经发生过 所以呢在 我以前看过一部电影也是 在修道院有一个修士 那个电影里面是这样演 有一个非常非常有爱心 也非常有前途 那因为他是最有爱心的 所以呢当有陌生人要借助修道院 大家都反对 只有他赞成 结果那个陌生人看起来是个男生 实际是一个女生 但是后来呢 就是他的百般的 百般的那个呵护 然后就关心他 真的是出于单纯的心 可是当后来这个女生 展现出女儿生的时候 然后呢就诱惑这一位神父 那这位修士 当然这个修士 在一个女性的温柔公式下 最后也沦陷 所以这也就是说 让我们看到说 其实小心 那个有爱心的人 必须在爱中仍然没有失去理性 没有失去原则 而且要有智慧 有没有 像我在教会里面 关心姐妹一定是我太太去 绝对不会是我 在学校如果有女生 因为她家里的事情 或者她个人一些比较私密的事情 要找我谈 找我谈 我也跟她讲说 我不方便来跟你谈 处理这些事 如果你同意的话 那你就能不能 请我家的师母来跟你谈 如果她就拒绝 那当然那就刚好 对不对 不然的话 她干嘛找一个老师 谈那么亲密的事情 那些属于她个人私密的事 为什么要找一个老师谈 那万一不小心 我一师祖成千古恩再回头一百年 我事情大掉了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 我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 世人都犯了最亏缺的神的荣耀 我是很软弱很卑微的人 所以我会不会受引诱 会 所以我常常祷告 不叫我遇见 就我脱离凶恶 其实人家也没有很凶恶 可是我慢慢把她当凶恶 所以脱离凶恶 但是如果她真心想要得到问题的解决 我就把她带去给我师母 然后她就来帮助她 所以这一些 就是我们有爱 可是还要有智慧 那保罗呢 她的那种爱 是跟什么所谓的男女之爱无关 是一种父母亲对孩子的爱 那孩子不管聪明或愚昧 能干或者是乳顿 我相信父母亲对孩子的爱 是无差别的 甚至于对一些寒慢的孩子 他会有更多的包容 甚至他对那些比较聪明的孩子 会严格要求 对比较愚昧的孩子 他会让他慢慢来 慢慢来慢慢来 他不会用相同的标准 去对待他们 所以这就是加尔文讲的 他这是什么 他会表现出美妙特别的爱 好那再来呢 第八节 他说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 不但愿意将上帝的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所以我们既是这样的爱你们 这个爱很特别哦 这个是Homeromai Homeromai 这不是Agape 它不是Philia 不是Eros 所以这个字应该不能翻译作爱 你看英文 N-R-S-V So deeply Do we care for you Care for you 是什么 我们是如此的关心你 我如此的照顾你 我如此的在意你 有没有 Care for Care for 就意思说 你就在我的手上 你是在我的手掌中的 还有你在我的心里 你是我的心上人 我最在意的就是你 有这样的意味存在 所以他才把它翻译说 其实我既然这样爱你们 那个爱你们 其实意思是 我既然那么的在乎你们 把你们放在我的心上 把你们放在我的眼中 如同同人一般 把你们放在我的手心里 好 这是这么爱你们 这是一种叫做渴望 期盼 渴望期盼 尤其是对爱的渴望 这个词在新约 只出现在这个地方 约伯记三章二十一节 其实是译本里面 也有用这个字 来描写一些 受患难心中愁苦的人 他们切望 渴望死 归去 来去死 好了啦 归去来死 那种 我在极度的患难 我想以死来终结我所有的苦难 因为这样的苦难 实在是非常非常难忍的 用这个心中愁苦的人 切望 这个何本说切望 然后呢 在斯高 天主教的斯高一本说是 渴望来死 好 那在有一本的圣经注释 特别提到这个地方 他说 有一块第四世纪的碑文 用这个字来描写 哀伤的父母 他极度可想着 他们已去世的儿子 因此本节首句的意思就是 我们既然极度可想你们 像母亲可想自己的孩子一般 那接着后面两句 就表达了这种可想 所产生的后果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碑文 我告诉各位 我到那个梵蒂冈去的时候 2017年我到罗马 我到梵蒂冈美术馆 那个博物馆进去的时候 有一个区域 它全部放的都是石棺 那个大理石的那个棺木 然后那个石棺呢 上面都有 都有那些拉丁文 都有那些字 刻在上面 好 那我们一般来讲 刻会刻在哪里 刻在墓碑嘛 但是墓碑也就是某某人 咸考什么人 咸痞什么人 等等等等 然后那是南四大房历 后世子尊历 只有这样而已 事实上有些人 像有些的过去在中世纪 会出现墓志明 就是在他的那个墓碑旁边 有一段话 那一段话成为他的一个人生的写照 他的思想的写照 例如最常被拿出来讲的就是 大哲学家康德的墓志明 他说他的前面用 其实原文是德文 如果你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 他说在我这一生中 有两件事 每逢我想到它 我的内心就发出赞叹 有一个是在我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另外是我在内心里道德的法则 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让我感到赞叹 然后呢 我心里面竟然有道德的法则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什么是当行 什么不当行 这两件事让他赞叹 所以当我在写 康德的那个实践理性批判 还有他的那个道德行和上学原理的 这个相关的论文的时候 这段话就特别被我拿出来 那今天请问你看到天上的星宿 会不会赞叹 会呀 所以有些人很很浮面的就是 就拜了 这边这颗星那颗星 看到太阳 拜太阳 看到月亮 拜月亮 但是我们要拜的是 创造太阳月亮 跟安置 天空星宿的那一位上帝 所以我们刚刚那节讲 这个希腊哲学家就说 这边有这个事物存有 The starting point of Western philosophy is wonder 就是整个西方哲学的起点在于旌旗 他们看到一件事情惊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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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就去探究每一件事情的原理原则核心 所以当代科学从西洋出来 所以现在当我们在打疫苗 为什么 他要告诉你说 当你得了这种病 这是病毒来的 只要是细菌 我们就用抗生素 可是病毒没有用 病毒是没改的 所以你不要相信有什么感冒药 这个世界没有感冒药这种事 因为感冒是绿过性病毒 所以呢这个什么这个COVID-19 这个中国病毒 这个东西 什么英国变种病毒 什么南非变种病毒 然后中国原生种病毒 告诉你通通没有药医 那怎么样对抗它 只有我们的抗体 所以为什么别人会得你不会得 因为你里面抗体够 它就门关的紧 它即使钥匙打开了 它也是推不进来 那就是足够的抗体 好那怎么办呢 因此疫苗 疫苗的作用就是 刺激我们的身体产生抗体 好了 那么是什么样的疫苗 一种病毒 一种疫苗 一种病毒 一种疫苗 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 需要有那个最最 做最基础的药学 科学的研究 这就是探讨万事万物的道理 这种本质性的研究 所以当代科学从什么 从西洋出来 而不是从华人的世界出来 好那么希伯来哲学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希腊人最多就是研究这些 世界有存有 但是犹太人会去问 这个世界为什么存有 人在这里 人的本质你们可以探讨 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去问 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人 当你看到天上的日月星辰 哇 你就去做了研究 所以有了天文学 但是你有没有去问 为什么会有日月星辰 如果当你去问这个为什么的时候 就是一个理性的跨越 而这个跨越就进入了信仰的层次 你一定会推出有一位全能者 一位至高者 一个造物主 为了爱 为了爱 然后他造了这个世界 所以很多人就是颂赞自然 可是圣经怎么说 诸天树说 他的荣耀穷仓传扬 他的手段 诗篇在告诉你 连世界万物都在颂赞上帝 当风在吹的时候在颂赞上帝 当雨在下的时候在颂赞上帝 当鸟在叫的时候还是在颂赞上帝 不是只有人 人做一个受造者要颂赞 但是万物也在颂赞 中世纪那位很有名的修士 Francis of Assisi 圣方记 有没有 或者是圣法兰西斯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那首歌 使我作你和平之子 就是这首诗歌 是他写的 我就不唱了 因为我说的比唱的好听 所以请你们继续听我说 他写了另外一首歌叫太阳歌 我曾经指导那个振兴教会的江明恩牧师 用太阳歌的诠释来写他的道学硕士论文 我是他的指导教授 太阳歌 太阳兄弟 月亮姐妹 水姐妹 火兄弟 你头下坏起来 这些都你兄弟姐妹 懂吗 对他来讲 对他来讲 整个自然就是如此 那个相传圣方记会走进树林里讲道 当他走进树林里讲道的时候 鸟儿停在枝头上 动物来到他的身边 然后在那边聆听 所以有人说圣方记懂得鸟语 他知道鸟在说什么 但是这个是另外一回事 这是野史 不过圣方记出去讲道的时候 他对着那个人家会觉得你头下坏起来笑 可是他在对什么 对着那个树林在那边送葬上帝的时候 动物也来 所以你不要以为只有白雪公主知道吗 你去看那个白雪公主的卡通 那个原型是方记 Francis of Assisi 那白雪公主在那边唱歌 松鼠就来了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小鸟就来了 错了 方记开始 然后呢你知道吗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就是 那个 这个老先生已经过世了 他住在南阿宾 叫做阿平老师 阮昭明老师 他弹琴 他说他每一次在弹琴 他弹管风琴 他每一次弹的时候 他就知道 他说我是用我的琴在祷告 我用我的琴在赞美 他跟我说老母叔我跟你说 很奇妙的 我每次在担心的时候 外面的脚都一直叫 一直叫 他说他每一次弹琴 外面的鸟就一直叫 然后他不弹琴 那鸟就不叫 懂吗 他就弹琴 后来你知道吗 那个他送了一个琴给我们 那我们家王牧师 会弹一点点琴 我就说阿平老师 都会 他弹琴鸟都会叫 那你弹看看 结果他弹的时候 我们的狗在叫 但是我告诉你 真的 但是你会分辨出 那个狗是怎么在叫的 他如果是坏人来了 陌生人来的叫法 对不对 不一样的 但就发现他在叫 似乎有节奏的在叫 然后没多久 好像有听到小鸟的声音 当你出于你的心 在赞美上帝的时候 这一切 所以对于希腊人而言 他研究了这个世界万物的本质 但是他忽略了去追问 这个世界是为什么存在 是因为爱 是因为那位上帝 你在送赞自然的时候 当你在对自然 请述你的心思意念 可是自然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回应 可是当你发现说 自然也在送赞上帝 你来送赞上帝 这一位上帝 会对你的送赞给予回应 然后他会对你所发出的 那种痛苦的哀嚎 失与安慰 所以犹太哲学 的确在相当的部分 我们说 的确超越希腊哲学 所能够带给我们的 而这个正是我们在 基督信仰里面 我们认识这位上帝 而这一位保罗 他饥渴 可慕上帝 然后他也 如同父母亲一样 去可想着什么 可想着这些 这些的那些 贴桑罗尼加的信徒 好 所以呢 在台会有那种悲文 说他基督的可想 他去世的孩子 好了 那这种可想 带来后面两句话 就是说 不但愿意将 上帝的福音 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 也愿意给 我相信这个 只有在座的 母亲们做得到 我很诚实地告诉你 如果是我 要对我儿子 我真的会考虑一下 懂吗 我真的会考虑一下 但是呢 但是母亲 那对我的太太 我是不会考虑的 如果有今天 他需要我什么器官 在我不会死的前提下 给他都没有问题 但是会死的话 那我也要考虑一下 但是 这是软弱嘛 因为没有一个人 是完全的嘛 对 所以我有我的软弱 可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说 我把命给你们 也就是说 我冒着天大的危险 我也要来到你们这里 所以呢 这个分享 那个分享就是给 把我的给你 使得我们都有 你本来没有 而我给你之后 我们就共有 福音本来在我这里 但是我把福音给你们 给了你们之后 我们就共同拥有 上帝的福音 所以这个分享是说 这个给 就是让我们共同拥有 那么爱呢 就是给予 所以保罗对 贴萨罗尼家人 就是给他们 上帝的福音 并给他们自己的性命 好 那保罗 说给性命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来到贴萨罗尼家 所以他如同母亲 愿意将最好的给孩子 而对保罗来说 最好的东西 就是基督的福音 用白话文讲说 如果要我牺牲自己的生命 你们才肯接受福音 我也愿意牺牲 所以这样的心智跟行动 都是因为爱的缘故 我已经不顾外在的危险 把福音传给你们了 好 那我爱你们如此的在意你们 我是所有的危险患难于无物 因为我的心中只有你 好 那么但是呢 如果你们这样还不肯接受 那要我牺牲生命 我也愿意 这保罗表达了 他对于贴萨罗尼家的 这些弟兄姐妹 那种深度深度的爱 好 那么接下来呢 第九节就讲到 弟兄们 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 辛苦劳碌 这个纪念 这个纪念就是 请你们想一想 请你们 你们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 主动的记起 记起 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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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在你们中间 曾经有过的辛苦劳碌 他用的是现在是主动语太直说 可以说弟兄们 你们当然记得我们的劳苦 你们当然记得 那劳苦表示 是比辛苦辛劳更重的担子 更重的担子 强调的是工作的艰困跟困难 劳苦有的时候 如果说是辛苦 你好辛苦哦 然后就是你做的工作 没有那么简单 你做的你很辛苦的 很勤劳 我们意思说你很勤劳 很勤劳 但是这个劳苦呢 是在更艰辛的环境中间 更艰辛的环境 那最近呢 因为照顾我们家的岳母 其实是很辛苦的 对 那那个后来终究岳母 进到安养中心去 不过呢 他进到安养中心去 很喜乐 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因为他在里面遇到 也是基督徒 然后他就跟他一起读圣经 一起祷告 每一天去 每一天去 就看到他很快乐 很欢喜 很欢喜 然后我今天又认识新朋友 我今天又认识新朋友 哇他好高兴 然后甚至于他也可能要开查经班了 甚至于他说 他现在来到这个安养中心 他有个任务就是要传福音 他说他跟上帝祷告在他有生之年 要继续为主做工 他在我们家的时候是 这边痛那边酸 那边痛那边酸 跑不起来大小便 每一天我们王牧师一大早起来 就是要去处理他的大小便 然后王牧师起来的时候 我还在睡 但是后来我还是会醒 因为那个楼下的臭味 会传到楼上 那我是被臭醒的 这样子 后来我跟他讲说 你要处理的时候 请把妈妈的房间门关起来 也把我楼上的门关起来 不然会把我凑醒 那其实他是很辛苦的 因为他觉得 我这样我会痛 痛那就不愿意起来 可是现在会不会痛 还是会 但是他起来了 为什么 他要传福音 都觉得上帝太爱我们了 让他可以在那里怎么样 可以在那边 他在那边可以这样做 我就觉得感谢主 非常非常感谢主 可是你晓不晓得 在整个照顾的过程中 有人就会 那些应该照顾的人 就不一定会照顾 然后他会说 你好辛苦 赖很简单 赖滑一下 你好苦 然后再赖一个图 辛苦你了 你听懂没有 你真的很辛苦 可是他不愿分担你的痛苦 不愿分担你的辛苦 但是给你一个图 你真的会想要摔手机 你知道吗 辛苦你了 你好辛苦 这样 对不对 最好不要再说 哎呀 上帝一定会祝福你的 哎呦 那个祝福分给你好不好 你来照顾 然后我来跟你说辛苦 是吗 其实这个 你没有深入其中 你没有真正照顾过 你是无法体会的 真的是无法体会 那种 外在要这样做 然后呢 那个 那个 内心的煎熬 然后不知道这个 苦难什么时候会终结 又不敢祷告 说主啊 你赶快把他接回去 好 但是呢 但是 对不对 不是吗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是只有 只有我们 在各中的人 才能够体会他的冷暖 也正因为这样 上帝让我们知道 当我们照顾一个人 是如此的艰辛 那要传福音呢 不也是如此吗 现在我们传福音 根本是很简单的事 还有一堆年轻牧师 做网红 那我最近看到几个年轻牧师 那些网红牧师 在那个里面 在YouTube里面 东讲西讲 哎呦 我在神学上课 说简直是胡说八道 我就一个一个 把他们胡说八道的点 全部猜出来 就乱来 怎么会讲这种话 圣经是这样解的吗 所以我说你们回去 教会要告诉信徒 尽量不要去碰这些人 所讲的东西 那因为里面有玄机 里面讲的解经是错误的 好 所以其实传福音师辛苦 为什么 你必须付上生命的代价 好 所以保罗 保罗 为什么更辛苦呢 因为外在有环境的 那个逼迫 里面呢 他一边要传福音 一边又要努力工作养活自己 他不想累着任何一人 所以昼夜做工 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保罗传福音的模式 应该是跟当时犹太教的拉比们一样 拉比们主张人人都应该拥有谋生的技术 他不鼓励以教学生收学费来为生 所以保罗的主业是支帐篷 当然他偶尔也会接受教会弟兄姐妹的供应 像耶稣当时四处游走 那收了一些学生 他是很独特的拉比 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很短只有三年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 可是一般的拉比 通常都是自己有工作 然后他们很勤奋的阅读 思想上帝的话 然后他们会去教导人 那传上帝的福音 传跟传令一样 传令就是上面有命令 我把这个命令带到 所以呢传福音的人 其实就是上帝 就是福音跟人之间的终界者 我就像是一个水管 那福音就像水 从水源 那个源头就是这位耶稣基督 然后他把这个福音 透过我这个水管 接接接传 传到另外一头 让人接受了这个水 而他的内心得到了滋润 所以保罗的福音 他传的福音不是自己创的 而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他只是一个传令者 他不是福音的创造者 这里提到上帝的福音的时候 用的是强调语气 表示他现在正在做一件神圣的事 这是来自上帝的事 他是上帝的使者 他的工作有一个神圣的基础 你能够体会吗 那位绝对者 那位至高者 那位至圣者 厌重了你 然后把这个使命托付给你 那种感受吗 以前小时候不是都有看一部电影 林青霞演的 游泳过去把那个国旗 有没有 交给守军 有没有 八百壮士 对对对 现在八百壮士已经被某些人给 那个名声打坏了 对但是当年八百壮士 看到那个林青霞演的那个女童军 然后在日军的炮火之下游泳渡河 然后把国旗丢在什么 不是丢 交给守军 然后在那个仓库 然后升起来的时候 在我从小接受反共教育的那种什么 那种熏陶之下 哇我们两行热泪就下来了 看一次哭一次 知道吗 当年我也是很爱国的 只是当年教我消灭万乐共匪的人 现在不消灭共匪了 只是我现在还是存着消灭共匪的心 要不过不是解救大陆同胞 消灭共匪是为了解救台湾同胞 不然他的飞机每天都在这边绕来绕去 都在恐吓我们 所以你看 他那个是神圣的使命 因为国旗代表一个国家 代表一个国家 所以当国旗升起来的那一刹那 是代表我们还是守住了这块土地 在敌人的炮火中间 虽然我们死伤惨重 但是我们的土地一寸都不让 那种情操会让人为之动容 请问国旗就是一块布而已 不是吗 那块布又代表什么呢 反正最后四行仓库的还不是撤退了 上海还不是沦陷了 有没有 一直沦陷一直到大后方去 不是吗 但是在那个时刻的那个事件 对那个女童军而言 他一定是神圣的使命 而这个使命必达 甚至于如果我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因为重担而死掉 死就死吧 的那一种情操 现在我觉得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传上帝福音 就应该有这样子的情操 好 那么他跟同工 昼夜做工的目的是 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也就是说 免得加给你们任何人负担 保罗不但在贴上罗尼加的时候 自行其利 后来他在菲利比 哥林多 还有以弗所也是这样 他的宣教同工显然采取了同样的做法 那么保罗似乎对这件事很敏感 因为他很在意在信徒的心目中 他是不是一个像信徒伸手的人 他是不是一个贪财的人 也就是说他在钱财这件事上 在他的心思 他的心的纯净这件事 他是有洁癖的 他是有那个道德洁癖的 我绝不让任何人把贪财的标签贴在我的身上 我今天在你们中间 绝不图你们任何人的任何的贡献 不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传福音不是为了图利 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负担 好那那最后在第十节他说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 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 有你们做见证 也有上帝做见证 好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 这句话可以这样翻译说 对你们这些信主的人来说 我们然后点点点点点 或者是在你们这些信主的人当中 我们点点点点点 我们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 好了那保罗对自己的形式为人很有信心 他从三方面来讲 首先是圣洁 指出分别为圣的特质 其次公义表示顺从一种规范 面对圣经的作者来讲 这个规范就是神的律法 第三无可指责 意思是没有任何可招致非议的 好那么这个地方的圣洁很特别 当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圣洁的时候 他的希腊文是Hagiaro Hagiaro 就是分别为圣的圣 可是这个地方讲圣洁 是Hosios 那Hosios的意思呢 是虔诚的 我对上帝的态度是纯洁的 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前进的 然后不沾染一点点的 的世俗之心 是我有对上帝 我极度的喜悦上帝 我极度的敬畏上帝 我极度的爱慕上帝 那种我在上帝面前 我不敢有任何的心思意念 言语行为是岔开你的法度的 我要全部在你的范围内 所以这种圣洁指的是 人在上帝面前的行为 这个部分没有人能够判断 只有上帝 我在上帝面前是圣洁 那公义呢 Dikaios Dikaios 是公正的 正直的 公正的态度 就是在人面前的行为 在人面前行为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贤贫爱富 你们中间比较尊贵的 比较有钱的 我没有对你们比较好 那比较贫穷的人 比较弱势的人 我也没有对你们比较差 我一视同仁 大家都是我的羊 都是我的羊 那我要 我都是我的子女 我的任务就是 好好的喂养你们 所以呢 它是在人面前的行为 那么在圣经中 公义也指着 对上帝律法的顺从 那也是指一个人 对上帝或对人的责任 好 再来 那 所有基督徒的行为 对上帝或对人 都很重要 一个是面对上帝 一个是面对人 所以我常说 基督徒就是一群 对着上帝而活的人 对着上帝而活 就好像向日葵 时时对着太阳 那我们就要做一个向日葵 时时对着上帝 面对上帝而活 活在上帝的眼前 活在上帝的跟前 那么我们绝对不敢造次 绝对不敢乱来 绝对不敢呢 这个叫做什么 表里不一 这样子 那么圣洁公义 都是基督徒积极的行为 那么无可指责 就是消极的行为 圣洁公义是你要做出来的 无可指责 是在后面 似乎我没有什么 没有可义之处 其实另外一个地方的 另外一个地方的那个注释 他有这样写 我没有放进去 他说圣洁加公义 就等于无可指责 如果你在上帝面前 你用最前进的心 面对上帝 你敢不敢做任何得罪神的事 不敢 那如果你在人的面前 你都尊主为大 照上帝的律法而行 你也不敢有任何的造次 那么这样子的人 在一般人的眼中 自然是无可指责 无可指责 我想这样子的概念 也帮助我们这一群基督徒 我们来思考 也许在我们的生活中 还有很多的心思意念 言语行为 不在上帝的法度之中 让我们回转到这里面来 好 那有你们做见证 也有上帝做见证 执意说 你们是见证人 上帝也是 他的意思可能不仅是 你们可以为我们的外表的行动 做见证 上帝可以为我们的内心的思想 做见证 而是凡是人所能够知道的程度 你们可以做见证 那至于超出你们所知的范围以外的事 则有上帝做见证 今天我在各位面前 你们现在看到我 那我这个人说话如何你们知道 可是当我一转身 你们看不见的时候 谁来做见证 那就是上帝了 那就是上帝了 当然也有一些人会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礼拜天做礼拜呢 他说什么话 说神话 他在台上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请我们一起起立 拍手 这些人都很厉害 他们的口齿清晰 然后要散动大家敬拜之心 他们都很厉害 但是私底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私底下有可能是最大恶极之人 私底下可能是难道女昌之人 私底下可能是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 所以盼望我们这一群人 像我自己坐在 是站在台上的人 洞见观瞻 所以我一定要非常小心 那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一样 不要忘了 那些不信主的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正在盯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看 然后只有你有任何的缺失 就成为他们不信主理所当然的理由 你看看那个基督徒怎样 那个不是基督徒吗 怎么样 那个不是基督徒吗 怎么样怎么样 有没有 所以这些我们都要非常小心 好 那么这是保罗第二次提到上帝做见证 所以保罗要强调的是 他的见证是真的 可能当他离开以后 有反对者趁机毁谤保罗 因此保罗就凭上帝做见证 还有凭他的 他的做见 还有凭他的 这群人 凭他们的做见证 这些见证塞住了毁谤者的口 也兼顾了贴沙罗林家人的心 也维护了上帝的荣耀 所以这是天上荣人家第二章 前书第二章的一到十节 下个礼拜来我们就从十一节看到第二十节 我们会希望说各位回去的时候讲义 还是要看 因为我花很多时间写的 集合各家所长 然后向来 那写得很仔细 为什么我希望你回去还可以继续看 不然凭我一张嘴巴 我只要给你一张就够了 我就可以讲两个小时了 对不对 可是听完就忘 意义不大 如果我给你们那么仔细的 你们回去不看 主啊 这罪不在我身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 当我们每一个礼拜二晚上 饥渴沐沐浴 来到你的面前 寻求你的真理 谢谢你 你的话应许我们 我们必得饱足 在你的话语里面有真理 在你的话语里面有亮光 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 你的话也使我们这一群愚昧的人通达 能够拥有属天的智慧 在帖撒罗尼加前书 让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何等 被上帝你所拣选的使徒 然后他带着为父为母的心 进入这个教会 进入这个地区 传扬你的福音 外在有逼迫 然后他内在也有困难 然后他仍然殷勤的自己做工 然后在这一群人的面前 做美好的见证 主啊让保罗的见证 不是只留在圣经里 让保罗的见证 仍然流传在我们的中间 特别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典范 因为我们也是你的仆人 你也厌重了我们 使得我们在追随基督的道路上 我们在教会这个神圣团体里面 我们在教会都有我们自己的一席之地 你也为我们预备了服侍的祭坛 既然我们服侍你 我们就跟保罗一样 是你的仆人 作为一个仆人 唯独追求你的荣耀 让我们愿意为着侍奉你而多受劳苦 没有发怨言 如同保罗一般走一条忠心 世主的道路 到有一天我们可以跟他一起说 那美好的仗我们都已经打了 愿主你的话深刻在我们的心 在我们的生命中 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也成为我们路上的光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